首部外伤案例 在2018年3月31日 傍晚我在家里面 要盖上一支玻璃瓶 盖不上去 我就用力一压 结果啵一声 玻璃瓶破裂了 划伤了我的右手掌 一道五公分厂的伤口 当时我赶快止血 赶快煮姜汤 平时我有在消防局当救护志工 家人建议我打119叫救护车 我说不要 又建议我坐自行车 到双合医院去红针吃药看医生 好不好 我记者了 因为平时N10点的资深志工 修平老师有教过我们 用N10点的方法来处理伤口 比较方便快适又实用 当时我就赶快用姜汤或姜粉 来成为姜粉泥 敷在我的伤口上面 再用纱布包覆着 上面用着软软包盖着 结果 我觉得不肿不痛不痒 真的很好用 到了傍晚睡觉前 我又重复着用姜汤来清创伤口 用姜粉泥一样来盖着我的伤口 整个晚上都很好睡 到了清晨5点的时候还可以起来跑步运动 第二天我开始换姜粉泥 一天三次用姜汤来清创 软软包24小时的包在外面 我觉得温敷实在是很好用 第三天我觉得伤口有慢慢结佳缩链的感觉 因为伤口我是觉得它是由里面而长到外面来 真的让我觉得不痛不刺不痒 虽然还很红 但是完全不肿痛 因为我的软软包24小时的包覆着 到了一个礼拜后 伤口结佳有在脱皮的现象 我依然不断的来温乎它 两个礼拜以后 我觉得伤口完全的溢和了 我很荣幸学到了原始点 让我可以帮助我的家人 还有亲戚朋友 更可以自我保健 让我对原始点越来越有信心 感谢原始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